与此同时 血妖宗的弟子 默然冲入而来 形成血缘 杀入一剑宗内 一剑宗众人在这绝对的力量下 根本就生不起抵抗之心了 不知是谁第一个跪拜在地 很快的一个个弟子 全部都跪拜下来 归降 我愿意归降 我等归降 一剑宗的剑老三人 灭色苍白 其中二人惨笑中 正要选择归降 可这个时候 剑老双眼刹那一闪 忽然身体一个瞬移 直接出现在了不远处 身边没有见 只有九湖的沧桑中年男子身边 刚一出现 他右手默然抬起 一把按在这中年男子的头顶 猛的抬头时 眼中露出一抹疯狂与猙獰 猛靠 这是你当年靠山宗的师兄陈凡 更是你的挚友 你若敢让人动一下 老夫 哪怕死 也拉他陪葬 他声音凄厉 传出时 血腰宗的弟子瞬间停下 一个个冷眼看向剑老 甚至一剑宗的那些弟子 也都全部愣了一下 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惊喜 反倒面色更为苍白了 尤其是那两个一剑宗的斩铃强者 大吃一惊 他们本就不是血腰宗的对手 刚才对抗之下就已经证明了 血腰宗不可阻挡 归降那是唯一的出路了 可如今这剑老这么一弄 立刻就将一剑宗这些人给连累了 更是招惹了那煞星一般的孟昊 顿时这二人神色大变 剑老不可如此 剑老你 剑老神色猙獰 死死的扣住陈凡的头颅 抬头带着疯狂 看向血腰宗人群内 此刻缓缓走来的孟昊 孟昊 把我一剑宗的仙魁给我 我只要那仙魁 拿到后绝不伤陈凡思考 你疯了 孟昊面色极为阴沉 陈凡那里的落魄 他当初就看在眼里 有心帮忙 可陈凡明显 以心思 这一次来到一剑宗 除了让血腰宗复仇外 他心底也在挂念陈凡 疯了又如何 我只要那仙魁 交出来 我就放了他 见老眼睛赤红 怒吼开口 陈凡面色苍白 看着四周 也看到了孟昊 他没有说话 只是脸上露出微笑 一如当年在南狱 第一次看到孟昊时 那种微笑 小师弟 你长大了 那是他当年的话语 如今在这微笑里 孟昊仿佛看到了曾经意气风发的师兄 看到了靠山宗内一心求道的陈凡 转眼数百年过去 物是人非 可当初宗门的情感 却是始终常在的 孟昊 你虽辉煌 可你这师兄这些年 却是苦到了极致 见老眼中露出恶毒 盯着孟昊 眼看孟昊面色阴沉 他却内心松了口气 冷笑开口 这陈凡 本来是我一剑宗的天骄啊 曾经的七剑之一 可他偏偏不敢与山灵相恋 他怕孟昊不顾陈凡死活 要让孟昊怜悯这昔日好友 于是立刻说了起来 山灵是山石所化 那是我一剑宗内 除了传承至宝外的另一宝物 他不可动烦心情感 一旦动了 就不再是灵 与山石分离 更会影响我一剑宗的幸运 毕竟那块石头 传闻中来自第九山 监牢冷笑开口时 孟昊脑海里浮现出了 当年第一次来到这一剑宗时 看到的那从山顶飘然而来的女子 他触犯了宗规 使得山石蒙尘 气运不在 而他则与那山灵私逃 而后被我一剑宗抓回来 为了他 他的师尊 不要说了 陈凡的双眼猛的睁开 其内露出血丝 疯狂大吼 孟昊心神震动 他认识陈凡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陈凡如此深情 那目中的痛苦 还有神色内的疯狂 让孟昊在这一瞬 想到了当初在青罗宗时 看到许清残魂的那一瞬 自身的癫狂 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 为了你 你的师尊 带你承受宗门的怒火 被废掉了修为 沦为凡尘 直至死亡 而你这里 若非是那山灵 以山石自崩威胁 与宗门立下约定 此生沉沦山石中 永世不行 这才换来了你的活命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陈凡颤抖 眼中流下泪水 神色痛苦到了极致 惨笑中 他的双眼内 越发无神 他永远也忘记不了 当年师尊 站在自己的面前 向着整个宗门之人低头时 说的那句话 他是我的弟子 他的罪 我来承受 他眼睁睁地看着师尊 修为被废 看着曾经的原因强者 最终变成了凡俗的老人 直至死亡的那一天 他的师尊都没有埋怨他一句 反倒是对他这里依旧温和 只是越是如此 他的心就越是刺痛 那种感觉足以让人发狂 而他师尊的子嗣 对他这里的恨之入骨 让他想让自己死去 他恨 恨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一切 恨一见宗太绝情 他也想过死 可他忘记不了山林 忘记不了那个女子 他只能喝酒 在罪梦中回忆曾经的美好 他对不起他的师尊 对不起那个女子 对不起所有关心他的人 孟昊沉默 他终于明白了在陈凡身上发生的故事 明白了为何一个人从当年的意气风发 沦落为了如今的颓废至极 不要说了 求求你 不要说了 求求你 陈凡南南 低着头苦涩地开口 若非山林如此 你以为你犯下如此大罪 岂能是就碎了你的原因啊 让你此生无法再突破 这么点代价 你的存在就是宗门内影响山林的手段 可惜这一次血妖宗一战 变化太突然 只有老祖知晓如何操控这山石 若他没死 此地你等 绝非这么容易就能破阵来临 剑牢冷笑 目光扫过孟昊 孟昊越是在意 他认为自己的把握就越大 你一个人害了你的师尊 毁了你的道理 怎么就不能让人来说呀 闭嘴 孟昊眼中杀机漠然闪耀 开口时声音如滚滚雷霆 轰隆而出 仅仅是声音就让着剑牢双眼收缩 内心轰鸣间右手猛的一捏 与此同时 孟昊手中的雷鼎漠然一闪 一行换位 换的不是剑牢 而是他手掌下的陈凡 孟昊手中雷鼎闪电漠然耀眼 雷霆轰鸣中一剑踪见老面色大变 内心生起不妙预感 右手毫不迟疑的猛地一捏 就要将掌下陈凡生生透入天灵内 以此伤害来威胁孟昊 可他的手几乎刚刚用力 却从掌下传出了一股惊人的大力 如同他捏住的不是血肉 而是一块赤红的烙铁 反振之力 还有那手心中的传出的针刺之感 让剑牢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 他心神骇然的发现 他始终盯着的孟昊所在的地方 居然孟昊消失了 而陈凡的身影竟出现在了那里 剑老内心咯噔一声 低头时 立刻就看到被自己右手扣住的 居然是孟昊 他愣了一下 随后头皮发麻 身体刹那极齿厚脆 几乎魂飞魄散 这是什么神头 剑老被这一幕彻底的震撼到了极致 恐惧骇然中 他咬破舌尖攀出鲜血 使得陶盾的速度再次加快 想走 孟昊眼中杀鸡一闪 左手抬起 向前一指 立刻第二本尊身边的岁月木剑 嗡鸣一声 一瞬来临 任凭那剑老 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这岁月木剑 眨眼间 此剑轰轰而来 尚未临近时 岁月时光就扭曲了虚无八方 剑老的身体肉眼可见的极速枯萎 他骇然中发出了凄厉的惨叫石 正是那岁月木剑 从他头颅上一闪穿透的瞬间 一剑斩杀 干净利落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直接让这剑老身体瞬间的枯萎 原神死亡 身躯在落下时 如同在岁月里走过了万年 直接化作了飞灰 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痕迹 彻彻底底的死亡了 一剑宗其他两个斩灵强者 还有呢数万一剑宗的弟子 一个个寒蝉若惊 面色苍白时 那两个斩灵强者 一个机灵 立刻向着孟昊这里跪拜下来 我等甘愿归降血妖宗 拜见少宗 拜见少宗 一剑宗的弟子 纷纷在这心神的震撼中 赶紧向着孟昊跪拜 声音颤抖 可数万人的奇奇话语 也依旧形成了阴浪 回荡四周 孟昊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陈凡 望着此刻一脸黯然 似对生命没有太多留恋 活在痛苦中 想要解脱的陈凡 孟昊的心有了刺痛 他记忆里的大师兄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一心求道 有大志 虽然有一些迂腐 但无论什么时候 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身前 为自己遮风挡雨的英豪 在他的眼里 孟昊永远都是当年的小师弟 永远都是宗门不在之后 需要的关怀 甚至还去考虑终身大事的师弟 师兄 孟昊轻声开口 沉凡沉默片刻 缓缓地抬起头 望着孟昊 勉强地笑了笑 小师弟 你长大了 我这里也放心了 有时间吗 有的话 陪师兄 喝喝酒 孟昊立刻点头 一剑宗的弟子 还有血妖宗的修士 在孟昊挥手间 纷纷撤出这里 在一剑宗外环绕 盘膝等待 整个一剑宗 如今一片寂静 唯有孟昊与陈凡 在不远处的山顶 在那奇异的山石下 陈凡拿着酒壶 递给了孟昊 孟昊墓中有复杂 可却不知从何劝说 只能接过后 喝下了一大口 酒很烈 入了口后 好似在体内燃烧了火 她 是你嫂子 陈凡看着山石 难难地语 孟昊沉默 我们承诺过 先路崎岖 不如 相伴一生 她一沉睡 或许 这一生 不会苏醒 也或许会苏醒 我会留在这里 陪着她 那是我们的承诺呀 我对不起师尊 对不起她老人家了 陈凡说着 流下了眼泪 一个看似 老者的中年男子 在孟昊的面前 泪水 越来越多 她很少哭 与山林被擒回时 她没苦 山林甘愿沉睡时 她心里有泪 哭不出来 师尊 在她承受责罚的时候 她第一次哭了 师尊死亡时 她哭了第二次 如今看到了孟昊 她第三次流下了眼泪 师兄 孟昊张开口 可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又沉默下来 但她的眼中 却露出了一抹执着 右手忽然抬起 在她的手中 渐渐凝聚出了一滴鲜血 这鲜血的凝聚 让孟昊的面色苍白了一下 血光璀璨 陈凡一正 随后似明误了什么 立刻起身退后 神色露出严厉 小师弟 你在干什么 立刻停下 师兄 我帮不了你什么 唯独能帮你的 就是让你修为重新恢复 让你的寿源可以增加 这样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你的道理了 孟昊深吸口气 右手忽然抬起 一指之下 那一滴蕴含了她生命的血液 一瞬就落在了陈凡的眉心上 刹那融入其内 陈凡身体一震 她体内当年破损的原鹰碎片 在这一刹那仿佛时间逆转 重新出现 吸收了这滴鲜血后 这些碎片漠然间 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这滴血不仅仅有孟昊的生命 还有她的永恒境界之力 也正是这股力 才可以让陈凡的修为恢复 可对孟昊来说 这样的蕴含生命的血 她这一生也只能凝聚出数滴罢了 一旦多了 她的永恒会消失 可陈凡是她的大师兄 当年的情谊 曾经的一幕幕回忆 让孟昊这么做 没有丝毫的迟疑 反倒是若不这么做 她也就不是孟昊了 陈凡身体颤抖 片刻后一口黑色的鲜血喷出时 她的身体内原鹰刹那出现 整个人修为轰然爆发 黑白参半的头发转眼化作了黑发 苍老的面孔也在这一刻重新恢复了英姿 看起来不再是老者 而是化作了中年 更有一股气势在她身上若隐若现 这才符合孟昊记忆里 陈凡的样子 小师弟 你 陈凡正正的望着孟昊 师兄 此事不要再提了 你是我的师兄 孟昊轻声开口 陈凡沉默 许久缓缓的点了点头 拿出酒壶 与孟昊在这山石下一口一口 天空渐渐阴暗 直至明月高挂 直至清晨初阳抬头 孟昊主动找着话题 与陈凡一起回忆曾经的靠山宗 回忆往昔的南遇 回忆那一幕幕的美好 直至初阳彻底升起时 孟昊站起了身 师兄 我要走了 你若在这里疲了 可带着嫂子 去血妖宗 孟昊望望着陈凡 陈凡沉默 抬头看着山石 依稀似能看到 在这山石内 闭幕的女子 你长大了 师兄老了 你不用管我 走你的路 我也有我的路 我会在这里陪着的 直至我 闭上眼的那一天 如果那一天到了 小师弟将我葬在这里 日出日落 天老地荒 若有来生 我也会寻到这里 一世一世 等待着苏醒的那一天 陈凡轻生难难 转头时 深深地望着孟昊 小师弟 保重 师兄没有什么本事 我能做的 就是为你默默祈福 希望你 一路青云 孟昊神色复杂 正正地看着陈凡 心底有一股 说不出的感觉 他永远也忘记不了 靠山宗内 那个一心问道的身影 也永远不会忘记 站在自己身前 保护自己的背影 更不会忘记 如今站在那里 难难低语的师兄 感谢观看